周大夫原来是呵斥袁天野 无言耸听 骗人钱财 还让主家把他赶出去 可没有想到一下风回路转 袁天野的一句足迹的问话 便把大夫人从屏风后换了出来 而且看大夫人这样子 已是深信了袁天野的话 她这心里又气又恼 行医一辈子 像这样被人当众打脸的事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面子里子都下不来 却又是无可奈何 当下她已退为进 将写到一半的药方 哗的一声放下 幡然作变 道 二老爷 不知这李家是大夫人当家 还是二老爷当家 大老爷这病 是听你的 还是听大夫人的 如果大夫人当家 那么老夫就告辞了 说完 抬脚就走 她本来还想说句狠话 让李家以后有病人 另请高明 但李家是这镇上 有名的大户 她一年之中的收入 有一小半都是李家赏的 话到嘴边 又把话咽了回去 她说这话 不过是想击二老爷一击 让他拿主意 请自己治病 不要听妇人之言 却不想 大老爷和二老爷 一听这话 全都变了脸色 李家的老太爷老了 现在都不打管事 平时都是大老爷当家 可大老爷这一病 周大夫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岂不是明晃晃地挑拨离间 就好像二老爷 巴不得大哥快点死 好自己当家似的 这要是传扬出去 二老爷岂不是被人 用唾沫给淹死 二老爷丢脸是小 气着了老太爷 那就是大事了 二老爷心里脑恨之急 看向周大夫的眼神 阴沉得甚是怕人 周大夫这话是个什么意思 今儿周大夫要不把话说清楚 就别离开我李家 周大夫被二老爷的目光 吓了一跳 却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的话 莫名其妙地问 什么话 老夫说了什么了 老夫只不过是想问问 给大老爷看病的事 是二老爷拿主意 还是大夫人拿主意 要是大夫人拿主意 用那小大夫的药 老夫自然是要告辞了 那谁当家这话 又当如何解释 谁当家 周大夫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的话 犯了这家人的气愿了 值得连连作医 陪笑道 对不住 对不住 是我说错话了 二老爷莫怪 人老了 糊涂了 自己说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在这时 阿中从外面急不进来 手里小心地端着一个碗 道 大夫人 姜汁来了 大夫人大喜 快 快给大老爷服下 二老爷 哪里还有空 礼会周大夫 赶紧凑进床前 和大夫人配合着 把姜汁给大老爷 灌了下去 一碗姜汁喝完 三人紧紧地盯着 大老爷的脸 可是等了半天 却没有任何 醒过来的迹象 大夫人转过头来 有些愤怒地 看着袁天野 怎么回事 不是说姜汁 解什么半夏之毒吗 袁天野一副 不慌不忙的样子 不会有那么快 且等两炷香的时间 你们再让人 熬一碗绿豆汤 等大老爷醒来 就给他服下 又走向刚才 周大夫写药方的桌子 我再开一服药 吃了就没有事了 大夫人转过头去 看着二老爷 二弟 你看这 一开始 他听得袁天野说的 完全跟事实相符 便相信 他是医术高明的 一定能救大老爷的命 可这会儿 将之都灌下去了 人却没有醒过来 这不由地 让他动摇起来 二老爷也没有主意 到底听了 袁天野的话 就这么等着呢 还是让周大夫 出手救治呢 听袁天野的话 万一不对 延误了病情 怎么办 让周大夫出手 万一弄错了病症 怎么办 哪一样 他们都输不起 没有二老爷发话 就不敢擅自离开的 周大夫 一看这情形 就乐了 感觉自己 咸鱼翻身的时候到了 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马上 离开 颇有些得意地道 大夫人 是否需要老夫出手 大夫人犹豫了一会儿 道 那就劳烦周大夫 开个药方吧 林小竹一听 就不愿意了 道 大夫人 古人有云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你既然用了 我家公子的方子 自然就应该 相信我家公子的话 而且你也应该知道 无论是什么食物 吃下去 总要有一个 消化的过程的 现在大老爷 不过是醒得慢一点 你就要换大夫 那么我想请问 大老爷 把姜汁喝了下去 本来是药醒的 结果正好 把周大夫的药 给灌下去后 就醒来了 那么这个病 到底算是谁治好的 说实话 钱不钱的 我们也不在乎 你们看看我家公子 身上的衣料 就知道了 采云姐 那可不是一般人 能穿得起的 我只是不能忍受 我们帮你们 把病人治好了 还要被人骂 是庸医 大夫人 长叹一声 站起来 对大家 服了一服 道 或许两位大夫 对自己的医术 都有信心 但我们只能相信一个 然而 到底应该相信 哪一位大夫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输不起 所以还请二位大夫 能体谅一下 我们的心情 我们现在只能是 两副药都备着 这抓药 煎药 都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小大夫的 诊断正确 带药煎来的时候 没准老爷就醒了 到时候自然 用小大夫的药 如果没有醒 那便请周大夫 出手治疗 说完 他抬头一看 见到袁天野 早在他说话之前 就已经把药方开好 递给了阿忠 而周大夫 听了他这话 这才开始提笔 再接着写了 刚才的药方 这两位 哪一个更为病人着想 倒是一目了然 林小竹听了 大夫人的话 又看了看 袁天野和周大夫的做法 脸上善善的 你做的也没有错 咱们相信袁兄的医术 自然是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病人家 误入歧途 神子一见了 轻声安慰他 林小竹看着他 感激一笑 心里感慨 神子一明明知道 袁天野是他的情敌 却仍然是极力维护着他 这个人倒也是个正人君子 袁天野的药方很简单 就是甘草 防风等几味药 而周大夫却洋洋洒洒的一大堆 他用药似有极讲究 想想写写 天天剪剪 好半天 这才把药方写好 交给了阿忠 阿忠拿着两方药方 匆匆地出了门 袁天野凑近病人 看到他此时已经不流咸水了 嘴巴也不如刚才那么僵硬 手也不再抖动 再摸摸脉象 发现脉搏也比原来有力 而有规律 所以放下了心来